嗨 大家好 我是王侯 我現在人在國家博物館的南門園區 今天要來參加一個活動 這個活動是光陽跟林務局的一個合作 2019 KINGHOLE與林務局環島守護保安林記者會正式開始 這次的合作記者會非常的簡單 光陽贈送林務局18輛他們的MANI110EV 還有送36顆的電池還有36個的充電座 林務局會將這36啊 不是36啊 林務局會將這18輛機車放到他們的森林油氣區裡面 他們的說法是這樣子 因為目前都還是有公務車嘛 但是公務車都還是油車 他們一直有計畫說想要把公務車換成所謂的電車啊 因為我們先不要談總體來說 到底環不環保這件事情 至少油車在一般行駛的時候呢 會產生一些廢氣 他們覺得如果換成電動車呢 不管是廢氣啊或者是噪音呢 都會相對的降低啦 至少不會有廢氣的產生 所以呢他們會將這18輛車放到他們 林務局所管轄的森林油氣區裡面 大概是這個樣子啊 另外另外還有一點是他們辦了一場 也不是不能說辦了一場啊 他們在未來呢會辦八場認識所謂的保安嶺的活動 那什麼是保安嶺呢 台灣的保安嶺有47萬公頃 有524處 而且呢47萬的保安嶺裡面呢 在編定的時候總共賦予他11種不同的功能 比如說水支點的海洋啊 或者是轟沙的房主啊 或者是防止這個炒害 總共甚至還有這種風景的保安嶺 有11種功能喔 但是除了每一個保安嶺 他所被賦予的功能之外 保安嶺它本身就是一座森林 所以森林原本會有的功能或者是價值 保安嶺當然也會有 他可不可以當作生態體驗 讓我們在林下也可以去做一些活動 當然可以 我們一樣可以在這個保安嶺裡面呢 去有一些森林療癒 或者是很多的保安嶺呢 他跟社區聚落都已經四代不代的這個感情了 所以他可能還有一些文化的歷史的故事 大家這樣有沒有對保安嶺又多一點認識了 有吧 如果想要再更認識保安嶺的話 可以上林務局的網站 可以去看一些資料 也可以去參加他們這8場的活動 8場 巴拉巴巴 大致上就是這個樣子 網紅去哪裡 下次見 掰掰 滿大的啊 哇 連頭髮都遮到你 對啊 有吧 有